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很開心和大家一起,我們今天又會繼續去查經去研讀 首先就是詩篇二十一篇第一節先的,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講到我們怎樣對神的供應更加有信心 就是深信神真的會供應那些聽祂的話,親近祂遵從祂,侍奉祂的人的需要,這個是聖經有講的 我們怎樣可以加強這個信心呢?我們昨天已經看了《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那裏是講到一切的權力能力都在神的手中的 那也是神使人尊大強盛,都是出於神的,意思就是說呢,神是有能力叫我們成為尊貴的人 叫我們能夠成為有影響力的人,那當神,首先就是第一個觀念就是神有一切 祂擁有一切,祂就可以使用祂有一切,祂可以有權去給任何一個人 而呢,聖經其他地方是講到,那些愛祂的人就會得到神的供應 叫他們呢,神為祂預備的是,人都想不到的東西了 那所以,由這裏我們知道神有一切,祂是使人強大的,尊大強盛的 祂叫人能夠有能力的,有影響力的,但是神叫人呢,就不是叫人好像,好像 不會強大的欺負人那種,而是去祝福人那種的 好,那這次我們就看詩篇二十四篇一節,請提醒一下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OK,好,你們可以去解釋一下這個經文吧 這個經文是講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屬耶和華的 OK,大家看到它有兩個和字的,你留意一下,和字的前和後有什麼字呢? 你看到嗎?我們看聖經的時候盡量留心每一個字 噢,那個和字有兩個和字 講一講 地和世界 地和世界中間 有其中和其間 有其中和其間 OK,那你們講得清楚一點,和字的前和後,講了什麼字? 講了什麼字? 前就是地和其中,世界和住在其間 它所有的充滿和其中的東西,其中的東西都是屬耶和華 就是萬物都是屬耶和華 所有的東西都屬耶和華 OK,好,我想大家呢,釋經第一件事,解釋字眼 字眼講什麼就講什麼,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就是我,其實呢,為什麼我們釋經要這樣做呢? 因為呢,很多時候我們會加上其他的東西進去 我們第一個就是講經文,講什麼? 這個經文,講什麼? 這個經文講什麼呢? 我想先跟你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那就是說什麼呢? 這個地和這個地中間所充滿的一切 就是說這個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 包括了一切的東西 我想大家就是這樣去解釋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這個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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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和字呢,就是講到地和它中間有的東西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東西都屬於耶和華 都是屬於神的,都是神創造 那除了創造之外還有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不可以回應一下呢? 這個熟字可以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主權在神那裡是神掌管著的 是的,沒錯 這個熟字就是說是神造 還有主權在神的手中 就是現在都屬於祂的 現在這一陣子都是屬於祂的 那這個就是我想大家的識經 然後才將它整體的畫面講出來 還有講應用 也都然後才其他的經文拿在一起來講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逐字 逐句去看經文 將經文的內容拿出來 這樣呢 我們就會由經文去建立我們的信仰 就不是由一個先見 就是之前有的看法來建立我們的信仰 我們就是由經文裡面所講的 OK,好了 那這裡呢 比較 就是如果再去看它的意義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那地充滿什麼呢? 充滿花草樹木啦 食物啦 各樣的資源啦 就是一些礦物質啦 所有的東西呢 石油啦 鑽石啦 黃金啦 在裡面所有人類需要的東西啦 或者那些所有能夠維持生命的東西 全部都是神所做 神所設計的 那如果大家是有讀科學 或者是 就算你沒有讀科學 你看一些影片 講到關於這個世界那種奇妙 那你就會說 神世界所有一切 這些一切都是神設計的 設計令到祂呢 全部都是對人有益處 對這個世界有益處的 譬如有人曾經說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神用泥土做人呢? 其實呢 從一個科學觀點是很簡單的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這件事 為什麼神用泥土做人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這件事 是最容易拿到的東西 方便 對 最方便的東西 還有泥土呢 可以是摸的 就是可以有一些一坨泥 可以做到它一個形象都可以 OK 那這個都可以是一個原因來的 那我先說是科學的觀點 科學不一定是很深的科學 科學不一定是很深的科學 泥啊? 是的 真的呢 泥呢 因為呢 有人體所需的一切的礦物質 都在泥土的溫度 是 但是一個 其實所有的生物的物質都是由泥土出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所有的植物都是吸收泥土裡面的養分 然後用太陽 泥土的空氣 就製造出 食物出來 那而動物呢 要麼就是吃植物 要麼就是吃動物 那而所有植物都是從泥土出來的 那所以動物的身體也是由泥土出來的 那所以是每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的生物 都是來自這個地 和其中所充滿的一切 那所以這裡呢 我們其實呢 看到其實神很豐富的 這些一切的豐富呢 在全世界裡面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無論他有多強盛都好 無論他是多軟弱都好 無論他是有些什麼霸權 他都是屬於神的 不過有些人當然說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神又用他的惡人存在呢 我們 關於這方面呢 可以 在耶穌被審的時候 被比拉多審的時候 耶穌有一句說話 我們看出神的權兵 那句說話是什麼呢 比拉多說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 因為我有權兵 怕你十字架也都有權兵釋放你 耶穌就回答他 如果不是從上頭刺激你 你就毫無權兵辦惡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神呢 賜給萬國 萬國的疆界都是神所賜的 一切有權兵的 都是從柔懷而來的 還有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神不容許的 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不代表神容許的 全部都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 這個世界只要存在有惡人 就一定有 不好的事情發生的 但是一定是神容許 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很大的 對於人來說 是一個很難明的事情 譬如耶穌 我們先想一下耶穌這裡 他說如果不是從上頭賜給你 你就毫無權兵辦我 那就是說呢 是神給權兵 羅馬政府給權兵 比拉多 所以比拉多才有權 去將他釘十字架 那就好像 有些人就拓解了 就是神要耶穌死這樣 那其實這個呢 就是神 是不是神去 去激動那些人去釘耶穌呢 那其實就 就是 因為在 聖經給我們知道 神是聖結的 神就是光 在他裡面無無黑暗 就是神裡面呢 是沒有任何任何的黑暗 他沒有任何 負面的東西的 沒有任何污蔽的東西的 在他裡面是 所有的罪都不是來自他的 那就是說呢 不是他使人要釘耶穌 而是 神差遣人來到世上 神知道一切 神知道人會釘耶穌的 神要透過那些人所做的呢 成就祂的救恩 但是所發生的事呢 一定是神容許才會發生的 那 也都看到耶穌呢 說這句話很有權兵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這隻毫無權兵法可 就是其實看到呢 誰大權一點啊 在當時來講 那個感覺啊 當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可以回答我吧 誰大權一點啊 當然是神啊 是啊 神 還有耶穌 他說呢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無權扮我 就是他 他直接知道自己在神的權兵之下 他根本就不怕比拉多 他知道這一切的事會發生 會應驗聖經的預言 但是耶穌呢 並沒有因爲這樣而怕的 並沒有因爲這樣而覺得 我現在失敗了 他是 很有信心 他知道他自己是得勝的 那 好了 那我想說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列國 一切都在他的權兵裡面的 但是 但是 的而且確這個世界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國家呢 都不是跟從神 就是不是用神的方法去行事的 那 就是他們只是用一個人的方法去行事的 他不會用神的方法去行事的 那 我們就覺得 哇 好像很亂 很多問題 那 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多問題 但是 神呢 在這一切之中 他是掌權 所以呢 基督徒能夠在這一切的事情中 能夠得勝 能夠作王 能夠 祝福 就是神要成就的呢 就是我們能夠祝福人 拯救人 為 將來的新天新地 預備更多人能進入中國 就是神能夠掌管一切 那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呢 那 有些人呢 就講到大災難 只是講到一句 很慘很慘很慘 但是我呢 看到什麼呢 當我看清楚 啟事錄的時候 在這個 大災難的時候 我看到七人 一開始呢 約翰 聽到說 沒有人能夠配開這個七人 約翰就哭了 但是後來知道原來 高揚可以有權 高揚呢 可以有權呢 開這個七人 他就很歡喜了 然後跟著呢 七號 七雷七腕 都是天使開的 那就是說 其實活勢的時候 這些大災難呢 都是神帶來的 那神帶來就是 神掌管一切 而祂的目的 是要成就一切 就是呢 其中一個 聖經沒有清楚說 為什麼要有大災難 就是我會說 聖經在說什麼 聖經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就是分析聖經 又重複看 重複看的時候 分析聖經講什麼 聖經是沒有說出 到底神要成就什麼 不過呢 就讓我們看到呢 是基督徒在當中是 站得穩的那些 是得勝的 他們呢 是靠耶穌的 補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來得勝的 所以呢 基督徒是 在大災難中 是作美好見證的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神會 使用這些最極端的環境 災難可以說是一個 最極端的環境 神使用這一切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 就是在這個其中一切之中 神會掌管 掌管 第一就是基督徒不會 很快餓死 因為呢 他們如果要買食物 一定要拜壽和受壽印記 但如果拜壽和受壽印記 就不可以得救 是正經清楚地說的 就是我們千萬不要說 不如我受壽印先 然後我配規呢 正經是說到 凡是受壽印記的人呢 都要他的分體流行去保護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基督徒那時候呢 就會更加堅強了 就是可能這個是大災難的目的之下 叫基督徒更加堅強 更加倚靠神 倚靠神的時候 神是掌管一切 地和其中所有的 即是說他能夠在這時候供應我們的需要 還有保護我們 既然他可以 聖靈可以到時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聖靈都可以教我們 怎樣可以得到食物 或者怎樣親人臣不用吃東西 怎樣可以有安全 就是如果是全世界都 即時找到基督徒 因為呢現在已經有人不見識了 就越來越多地方是有那些 CCTV可以呢 認得哪個人走到哪裏 那到將來這件事是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魔鬼使用方法 來控制那些人的 但是我們的神更加高超 所以我們知道 神是高超過CCTV 在這個緊急的時候 耶穌都說你有信心的時候 你可以移山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法呢 怎樣去不讓這些CCTV 不讓魔鬼控制 不讓這些熟魔鬼的權勢去控制呢 就是因為神掌管一切的 那如果神掌管一切的時候 自然那些供應都是神掌管的 所以我們就 總之我們走神的路 無論在現在或者在末世的時候 在大災難的時期 神都會供應我們足夠去走祂的路 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被神呼召呢 有些人說 我很想 我想做這件事 不過我又不知道是否神叫我去 我又不知道是否神會供應 但是神 怎樣知道神的感動呢 第一就是我們分辨我們的感動 是不是 造就神的教會 神的家天國的 是對神天國有益處的 是做的時候 是不是出於一種愛神愛人的心 而這個感動是不是恆久的 不只是一時在聚會之中就很感動 聚會之後又沒有了 一直恆久的 而一直是為了天國 為了人 祝福人呢 那這個已經是神給我們感動 那時候呢 我們跟著去走 聽了神話 自然就會入到神的計劃 那時候呢 神也都會供應 那我們今天就是 查到這裡 那就是說 就是說原來這個經文呢 就是說我們這次這個經文 雖然很簡單 但是我在裡面看到什麼呢 就是 所以我們的和字很重要 地和其中所有 就是地和其中所有的資源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世界和住在中間的和 所有的人民 任何一樣東西 或者動物 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是神掌管 所有的權兵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們呢 是 深信我們是 誠價地的高處 愛神的人 是誠價地的高處 是神所簡選的人 在世上是有權兵的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就是我們會有這個地土的權兵 神會賜給我們權兵 能夠在這個地土上祝福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 是 還有應用 即是我們不需要怕大災難 不需要怕任何的災難 而 只要是神感動我們去做的事 而合乎聖經的呢 我們照做 神一定會供應的 是 有沒有人有 說到這個地球這個世界 不過也都可以包括全世界 全宇宙 但是呢 因為那些宇宙 真的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那個重點就是 世界居住在其中所有的人 即什麼都是屬於耶穌話的 是的 所有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那些 或者都英文 你看很多科學的影片 講到生物裡面的細胞 那些構造 因為現在呢 可以看到最微細 真的很有趣的 裡面那些構造呢 是很有趣的 那我有機會可以傳給大家 給大家看一看 給大家看到 就是神那些設計那些奇妙 如何掌握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應用 就是說 應用在自己身上 剛剛 一個姐妹呢 就分享到她那個搖鼓 神供應她這個搖鼓 那這個都是神的 神的預備 因為神呢 供應就是很奇妙的 譬如我自己來講 當我回到香港之後 到底神會怎樣帶領我的路呢 我不知道 但是一步步 很感謝神 又開始了這個 復興宣教士工 能夠對不同的國家有訓練 神又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而這些好的教導都是 很多是這十年才有的 就是之前在那裏 但是在這十年是更加承認的 那這個都是神的供應 那也都神在經濟上供應 以致我們的機構的奉獻 可以幫我們去幫到很多地方 幫我去到宣教 去到很多國家宣教 幫那些地方買熱器 讓他們可以看到 我在網上的訓練 這都是神的恩典 除了訓練 我也都其實幫過他們 那些緊急的經濟需要 都很多次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OK 我們就結束一下 我們一起祈禱 聽我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這個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所有的一切 我們眼見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能夠把各樣的資源接給我們 神是有這個能力的 只要我們聽神的話 遵奉神愛神 適奉神 神一定是會 將須用的賜給我們 未必會叫我們成為大富大貴 但是神可以叫我們有充足的 去成就神的計劃 叫神的計劃 不會因為資源軟缺而不能夠實行出來 和這個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所有人 所有的政權 所有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 拒怕任何的人 任何的政權 任何的抵擋神的地方 雖然我們一樣是尊重政府 我們是看重政府 我們是我們不去冒犯他們 我們是遵從政府的他們的法律 除非他們是叫我們直黨神 因為信從神 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當他們叫我們做的事 是沒有違反聖經的時候 我們是遵從法律所要求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人的權並歸神之下 但是不代表我們去藐視他們 我們一樣是尊重他們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遵從神是超過一切的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神必定供應 神必定將我們須用的一切 賜給我們 所有須用的 神都一定賜給我們 我們 總之我們有心去做的 神一定不會開路 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求主幫助我們 像所羅門 祝福神的智慧 能夠去分辨聖經 能夠應用聖經 能夠在生命之中 充滿神的信心 充滿神的喜樂 平安力量 多謝天父 因為神是掌權的 神是得性的 榮耀眾贊歸給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是最美善最美好的 我們可以安心平安做人 開開心心做人 一點懼怕都沒有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你 我們讚美你 我願意將生命現象給你 給你使用 當我們將身體現象 當作活跡 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能夠 測驗神的善良 順全可氣的旨意 就能夠進入神 這個完美計劃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知道 神完美計劃是最好的 我們竭力地進入這個完美計劃 神一定喜悅我們任何 向著這個方向去的行動 當我們願意進入神的計劃 神是很歡喜 神一定幫助我們 也都是神感動我們 神加力給我們 帶領我們進入他的計劃 是神想提升我們先的 所以我們聽神說 一定生命被提升的 求主幫我們每一個人深信 我們不是平凡的人 我們是由平凡變為 是奇妙的人 是神大大使用的人 多謝天父 來到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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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牧師 阿門 好 幫助大家的信心 都反思自己的生命 我有些什麼可以在神裡面 claim 我都講一講 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應該不是牧師 不過他是有時候都有講到的 他是一個教導的人 他有講到他怎樣得供應呢 就是神賜給他智慧 有一個方法怎樣可以賺到錢 所以他就不用 就是他有一個方法 因為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屬於神 神就可以賜給人智慧 怎樣的方法 他能夠有入息 能夠幫助他侍奉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方法來的 有些人就是 完全是靠他的侍奉 供應他的生活 但是這個人就是他工作 神給他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他沒有講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他有這種的能力 以致能夠賺到很多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供應他的需要 那我也希望大家有信心 我有信心去做的 神一定是不開路的 OK 好了 好 祝福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 可以放在那個 就是 記得明天是沒有的 因為我明天去見了 有陣子 你都為外見 祈禱 就是讓我能夠 去把這些教導 我會寫一個 怎樣簡單栽培人的一些教導 帶給他 那我都會寫好之後 我會傳在一個群組裡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 還有就是 我都會 就是我 神給我的這個意念 就是說我可以拿一些書 去那些 牧師的那些開會 去不同地區的牧師開會 還有拿著這個 跟進的一個藍圖 跟進人的一個簡單的材料 帶上去送給那裡的教會 那這個是會 擴闊我們的靈力去影響人 如果大家認識有人 是有心去研經的 都可以請大家 請他們 就是 參加 不過首先是要 不要給他一個連結 他要 問我 然後呢 我就將他加入群組 那 因為為什麼呢 他這樣可以收到消息 他才收到幾點鐘開始 不是他自己去入連結 他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還有我知道是什麼人 變了有一些的 控制 就是有些人很深的 那我也不想 就是有些人只是 想認識朋友的 我就不是想有這樣的人進入 就是我們都是想進入 能夠影響不同的人 那還有呢 今天我希望大家留意 因為我適經的時候 就是說 每一個字 包括今次的和字 裡面發掘到這麼多 那所以大家呢 看經文呢 你就留心看每一個字 當我問你問題的時候呢 就不要很籠統地去答我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是由經文那些字句 這個經文講這句話 這個字 所以我知道是什麼 就是我希望是這樣回答 這個是我們應該著重在這方面的 其實就算在網上找的資料 有時候都未必是會這樣 你看看你找不找到的 因為我這個強調點就是適經的 那我也講講那時候 我在神樂園的時候 我們在神樂園的時候 他們全部的課堂都是用 希臘文聖經和希伯羅文聖經 我留心看那些字句話 但是當我看很多的人講到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呢 講兩講呢 那個經文就已經失蹤了 就是他講一講 都完全都沒有詳細講到經文講什麼 他就已經講了其他東西了 就是這個是很多人都沒有這個習慣 只是講一些觀念出來 而不是從適經開始 我希望大家都學習 從經文的內容去適經 找出那個字句的意思 然後找出整個經文的意思 OK 好了 牧師 牧師 想講一講 你如果幫柳振平 做一些網上的資料 這樣帶一些人信主 會不會說一課課有些問題的 這樣 有些問題 接著就給那些未信的人來回答 那些其他傳福音的人可以跟進 那些問題可以跟他網上跟進 這樣就可能就會得益 即是那些初初說信的人 初初說想認識耶穌的人都得福 即是一課課就有些問題 接著那個送給他那個可以跟進 我們可以在網上傳福音 對 你現在做這個 就會是一個網上的過程 對 即是那些微信那些 讓他多些基本的知識 而那個傳福音那個 可以用你這些基本的知識 跟進這個微信的人 我給他的材料主要會是 建立那些基督的靈靈 因為當他們帶了他聖耶穌 不過當然我都會幫他清楚自己是得救的 對 對 他們的對象就是 多數是街上的人 對 街上的人不認識耶穌 所以那些要給他一步一步認識耶穌 如果他認識得快 可以一兩三課一起學 如果他最初那些就逐課 逐課教他 那麼慢慢 實在最重要是要帶那些人去教會 這個會下一步 因為做一個課程 是不容易 是啊 不容易的 是啊 其實我有些課程 不過那個問題就是 在他來說用得著 因為他們主要是在街上去傳 他們街那些我都去過 他們多數都是未認識耶穌 不過就覺得認識耶穌會好的 那些人 即是他們那個對象的方式 就好像教會那樣一步一步一步 是啊 是啊 是即時跟我們講的 所以他第一需要就是 我都可以給他一些傳呼音的一些幫助 什麼資料可以幫助他傳呼音 還有幫助他寧靈 有些什麼基本的資料 未必是一課一課的 不過裡面有不同的 我覺得他們這樣傳都比較渺茫 帶不到那些人回教會 比較渺茫 我曾經跟過他們 那些人叫他回教會 他一開始說缺制 但是叫他回附近他的教會 他就不聽你的電話 即是他們有些是這樣的人 是啊 那這個就是 街上傳呼音的困難 就是他們的困難 但是也有時殺總之後 有些人就遲些回教會 是有些可以的 應該是 即是內中有些人會跟人回教會 是 回到教會就可以 是啊 但是這個也是一步步的 即是 但是依然是很需要好像他這樣 在街上傳呼音 這件事是很需要的 雖然果效是 即是真的有困難的 但如果沒有這樣的人 就變成很多人 是永遠都聽不到呼音 即是如果只是靠基督徒 向職德的人傳呼音 即是真的很有限 明白 其實我已經有一些一貨貨的 不過那些一貨貨呢 那是栽培過程 我可以在這個group那裡 我傳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內容呢 有很多我已經用了很多 不過後來我又加一些貨 加幾貨下去 所以呢 那些排列有點亂的 不過那個內容其實可以用得的 可以整理一下就可以用得的 好啊好啊 可以用的 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文件上 還有呢 我在Google Drive 其實是有這些問題 不過我會特別把這些 這些幾個問題 OK 好啊 好啊 麻煩大家 拜拜 D 是 我是很快就有一個 針對剛才經文的問題 是 世界和住在其間 和地和其中 世界和地的分別 是不是地上面的 是說植物啊 貨物啊 空氣啊 而世界呢 是一些生物啊 或者一些權力的東西啊 譬如人啊 動物啊 在位的人的權啊 這些啊 這個是 地 就是一個地 嗯 這個世界呢 就是 其實兩個字呢 是有類似的地方的 嗯 兩個字是有類似的地方的 那就是說呢 一個地 就是整個地 一個地下一個地 和在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現在世界 世界 我們通常來說 這個世界呢 地和世界有分別的嘛 嗯 地就是 這個 我們踩的地下 和其中所有的一切 那 世界就包括了人的社會啊 這個 就是整個 可以說包括社會 和這個地球 就是世界了 但是 我們要學會了 那條 一誘 那 有 一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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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